文字类型的QR Code QtQR可以制作出许多不同资料形态的QR Code 那我们就用几种比较常见的这些类型来做练习 那其余的呢其实制作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文字类型的这一个QR Code制作 那我们就在这一个要被编码的文字这个栏位里头 输入我们所需要的这些文字内容 例如 它可以接受中文 当然也可以接受英文字 包含数字也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在一方面在这边做输入呢 同时间在这个地方它就会自动产生 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QR Code呢 它看起来太小张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像素的大小做一个调整 那它就会把这一张QR Code呢 变得比较大张一点 那同时呢边缘的部分 我们现在看得到它这里 这个白色的边缘呢 看起来比较宽一点 那我们可以调整它的这个边缘的大小 假设我们让它回到1 那这样看起来呢就比较适合 或者是呢我们可以调整成自己觉得方便需要的这个QR Code的边缘的大小 那最后呢我们只要在这个储存的地方点一下 那选择我们要储存的档名 还有存档的这个位置 按下储存 它就会告诉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存档的动作 谢谢大家